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前面平安 我们一起来思想 以赛亚书第34章第一节 列国纳要进前来听 众民纳要侧耳听 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 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 到底上帝要叫大家听什么呢 第二节 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 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 要将他们灭尽 交出他们受杀戮 上帝公义的审判 要临到全地 第三节 被杀的必然抛弃 失守臭气上腾 诸杀被他们的血融化 这边让我们看见 当神审判全地的罪恶的时候 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审判 这些被杀的 他们的失守 所产生的臭气 要往上升 甚至连大地的这些珠山 都被他们的血融化 代表怎么样 真的是 神的审判是很严厉的 第四节 天上的万象都要消磨 天被卷起 好像书卷 天上的万象 要残败 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 又像五花果树的叶子 残败一样 这让我们很想到一个 就是说 当神审判的时候 真的是日月无光 这个一片黑暗 这些罪恶都得到 他们应有的审判 第五节 因为我的刀 我是指耶和华 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 这刀必临到以东 和我所咒诅的名 要施行审判 在这边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 好像上帝呢 在天上 这个地上的罪恶滔天 很像这个创世纪 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亚伯拉罕跟 这个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 所多玛恶摩拉的罪恶 慎重 声闻于我 以至于我现在要下来查看 并且把他们怎么样 都毁灭 这边也是一样 耶和华说 他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 代表说 他在天上已经怎么样 已经决定了 他这个愤怒的审判 要将 现在要将这个审判 临到地上 临到谁呢 以东 以及他所咒诅的名 也就是说 上帝在这边 以以东来作为 要受审判咒诅的百姓的代表 因为以东 他其实在一些先知书里面 一直是被上帝 审判责备的对象 甚至是骄傲的一个代表 包含在 俄巴迪亚书里面 在历史上呢 好像也只有大魏王 曾经制服过以东 所罗门亡之后呢 以东基本上世世代代 都跟以色列为敌 大家不要忘记 以东的祖先就是以嫂 他们其实跟以色列是兄弟 但是在俄巴迪亚书 10到14节里面讲到 以东在耶路撒冷 被毁的时候呢 他们毫无兄弟之爱 反而落井下石 第六节 耶和华的刀满了血 用纸油和羊羔 供山羊的血 并供绵羊腰子的汁油 来滋润的 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 有献祭的是 在以东地大行杀戮 这个波斯拉就是 以东的首都 第六节的意思有点难懂 但他的意思大概就是在指 在波斯拉那边杀了很多的 这些牛羊牲畜来献祭 我们知道其实献祭是跟罪有关 赎罪 所以代表说在这边有很多的杀戮 杀这些以东人 如同杀这些牛羊牲畜 而所杀的这个献祭 就是要止住 耶和华公义的愤怒 第七节 这些野牛牛肚和公牛要一同下来 他们的地喝醉了血 他们的尘土因枝油肥润 野牛牛肚公牛可能代表就是这些悖逆不服审判的以东 来与神征战 那但是他们最后全部都被杀戮了 整个以东地 他被审判的结果就是很惨 地上满了他们被杀的纸油 满了他们被杀的血 第八节 因为耶和华有报仇之日 耶和华的报仇就是对于罪恶的报仇 对罪恶的审判 并且耶和华他这样子来审判以东 也是为习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 我们刚刚提到 特别在俄巴迪亚书人们讲到 耶路撒冷他被毁的时候 以东不仅没有兄弟之爱 反而还落井下石 在他们讥笑 这个尤大百姓 同时也讥笑耶和华 所以呢 为习安的争辩 耶和华有他报应之年 第九节 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 石油就是薄油 或是磊青 然后呢 河水要变成磊青薄油 尘埃要变为硫磺 地土要成为烧着的石油 就是薄油 代表那片地有火的审判 我们看见呢 在以赛亚书里面 代表耶和华愤怒的审判 公义的审判有两个元素 第一个就是用讲就是火焰来燃烧 第六章有那个撒拉佛 撒拉佛就是燃烧的意思 还有什么 在这个我们之前也看见 第二十九章里面有这个 亚利一勒 这个指的是上帝祭坛的火炉 亚利一勒的火也要烧出来 烧灭一切的罪恶 那第二除了火之外呢 或是燃烧之外 代表耶和华公义审判的就是砍树木 包含它砍掉这个犹大 包含它砍掉亚树 砍树木 来代表上帝的审判 那在这边我们看见第九节 讲的就是燃烧的审判 第十节 昼夜总不熄灭 烟气永远上腾 这个日夜在燃烧审判 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 永永远远 无人经过 以东要成为 被审判之后成为废墟 再也没有人愿意住在那个地方 十一节 提湖建株却要得为业 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 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 混沌的线陀拉在其上 准绳跟线陀 一个是测量水平面 那线陀呢是测量垂直面 那这个是在 做这个建筑的时候 需要做的测量 但如今耶和华定义 要使以东这个地方 成为永远的废墟 所以呢他用空虚和混沌 来作为这个准绳跟线陀 代表他永远 好像回到那个 创世纪一章二节讲的 地势空虚混沌 冤面黑暗 回到那个没有文明 城市之前那种荒凉的状态 那里面就是一些 野生的动物才会住在其中 没有文明也没有城市 因为他被审判 十二节以东人要遭贵奏来治国 那里却无一个 首领也都归于无有 以东人想要找贵族来治理他们的国家 但是都被审判死光了 只剩下猫头鹰 乌鸦 建筑住在那个地方 十三节以东的宫殿要长荆棘 宝藏就是堡垒 要长桔梨和刺草 要做野狗的住处 鸵鸟的居所 旷野的走兽 要和豺狼相遇 野山羊 要与伴偶对教 夜间的怪物 必在那里漆身 制造安歇之处 剑蛇 要在那里坐窝 下蛋 伏蛋 生子 巨子 在其影下 这个 宵鹰 各与伴偶 聚集在那里 这边让我们看见 以东要长期的荒废 以至于各种的 野兽 飞禽 可以在那边安居乐业 生很多的孩子 然后跟他的配偶 在那边组织他们的家庭 因为再也没有人类来干扰 甚至连 这个妖怪 也要住在那个地方 所以代表上帝的审判 非常的彻底 十六节 你们要查考宣读 耶和华的书 这都无一缺少 无一没有伴偶 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 他的灵将他们聚集 其实我啊 他都指的是耶和华 什么意思呢 耶和华要这个百姓 好好来查考宣读 在圣经里面 针对这些 邪恶的 悖逆神的人 对于他们的审判的这个预言 末后一定会应验 所以预言 跟他的应验 就成为一对 这叫什么 这个叫做伴偶 就是没有落单 必一一服应 因为耶和华的口 已经发出这个预言 已经吩咐了 这样的毁灭的审判的预言 而耶和华他的灵 也亲自来聚集他们 使他们被 使他们都在里面怎么样 住在以东的废墟里 所以代表什么 以东真的都已经毁灭了 预言都已经实现了 十七节 他也为他们粘究 他就是耶和华 要为这些 野地的走兽飞禽 粘究 用又亲手 用准神给他们分地 他们也永得为业 世世代代住在其间 在这边以撒 用非常生动的方式来描述 是耶和华 好像自己聚集了很多 野地的走兽飞禽 就住在以东的废墟 还亲自帮他们分 这个产业 让不同的动物走兽 住在不同地方 世世代代住在其中 代表怎么样 神要永远荒废 以东 这是非常严厉的审判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让我们在祢面前 不要骄傲 主 因为当祢发怒审判的时候 没有人抵挡得住 在祢面前一切骄傲的 都要拜王 因此主 恳求主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 我们若能够拥有什么 哪一样不是祢所赏赐的 我们有什么好骄傲的 恳求主保守我们的心 谦卑在祢面前 免得我们得罪祢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